最近爆出的華為涉嫌利用公權力 迫害前員工李鴻源的事件 引發外界對華為狼性文化的撻伐 日前又有華為加拿大分公司的前員工 接受大紀元採訪 揭露華為在海外一些不為人知的內部運作情況 包括在加拿大黨支部的運作 和內部激烈競爭的狼文化氛圍 日前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 在接受加拿大媒體採訪時表示 鑑於華盛頓的制裁措施 華為將把美國的研發中心遷往加拿大 目前 華為在加拿大的員工有1200人 其中三分之二是研發人員 華為加拿大多倫多分公司的前員工向大紀元介紹 從深圳總部派來的人員 大約佔到加拿大總部員工總數的10% 外派來的員工每個週六早上都必須參加黨員學習 而包括加拿大本地和從深圳外派在內的所有人員 都必須遵守任正非提倡的狼文化 前員工馬力劉表示 她經常聽到員工對黨員學習和狼文化的抱怨 劉女士說 他們甚至讓我們閱讀有關狼文化的文章 並分享學習心得 還要求寫學習報告提交給中國總部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認為 華為的這種制度是中共控制大陸民眾意識形態方式的延伸 就是去完成中共這樣的一個暴政政權 在全球進行滲透控制以及輸出它的黨文化的 它的意識形態的這樣的一個使命 那麼當然了 華為在加拿大的內部運作當中 也自然就要有所謂的黨小組 黨支部以及黨的學習 另一名曾長期在華為、加拿大任職的奧利維亞白表示 狼性競爭文化使公司氣氛壓抑 造成員工與經理以及同事之間的緊張關係 員工在壓力下被迫長時間工作以免落伍 但卻沒有加班費 他透露2016年左右 一名從中國派來的高管引入員工年輕化政策 並被財務官孟晚舟進一步強化 年滿35歲且尚未成為經理的員工 會被安置在深圳的資料庫中 如果沒有部門想要他們 他們就會被解雇 他還說華為解雇員工的方法是增加工作量 和給予較差的績效評級 用更加困難的工作條件逼迫他們離開 賺錢最重要 曾擔任中共軍官的任正非締造了狼性華為 要求員工要有惡狼的無所畏懼和嗜血本性 鼓勵加班並可以接受員工在一定限度內違規 只要對公司有益即可 2010年代初期 華為已經因為這樣的公司文化和對待員工的方式 而聲譽不佳 但中共官媒還是一致將華為的狼性文化 樹立為中國企業的典範 法廣的一篇評論認為 剖開替獨裁政權監控人民不說 華為的海外擴張之路都是以腐敗開路 形勢作風與中共高度相似 這也讓西方社會認為華為有中共的DNA 華為為什麼會以這樣的方式運作 很簡單 因為華為是中共這個政權的手套公司 打手公司 所以說呢 它必須得按著中共最高當局的意志去運營這個公司 所以說我們也看到華為在全世界搶佔市場的時候 幾乎是完全不計成本 因為它背後的這個專制暴政承擔了這個成本 白女士還透露 目前華為加拿大公司 正在網上招聘研發崗位的員工 但是仍在公司工作的人表示 華為正在對非技術類崗位的人員進行採檢 他們只是在等待被解僱